在打脸!崔忠俊21小时贞讯皮酒驾行贿卖通警方金额曝光。 韩国乐团FTCLEN29岁前成员崔忠俊英加入胜利郑俊英的八人银片群组,涉嫌偷拍性爱照,所以嫌疑人身份接受调查,他还被挖出三年前酒驾,靠谱韩星的老公留人社买通警方押新闻,疑似帮他们撑腰的警察总长,隐姓总警也曝光。 崔忠俊经过长达21小时的贞讯,于台湾时间今天清晨5点45分走出警局,对于是否刑贿银总警,他强调,那是与我无关的事。 但SBS News今晚立刻公开对话记录打脸,他在群组安心说,被上号前听到给出1000万韩元,约30万元台币了。 崔忠俊曾在银片群组分享偷拍性爱照,涉嫌散布非法拍摄物,还因酒驾一次行贿警方,昨一大早就赴警局说明。 今凌晨结束调查,媒体询问是否与警方有非法够党。他表示,我在警局里都说了。 否认认识背后关键人物银总警,那是与我无关的事,在被问道,酒驾事件以什么代价做交换,有提出请求吗?是否认偷拍?他全盘否认,最后坐上车一去。 不过,SBS News今晚踢爆,8人银片群组几乎都知道银总警的存在。 崔中逊三年前酒驾后在群组求救押新闻,最后由流人说出钱摆评,崔中逊在群组感谢对方出手,被上靠前听道给出一千万韩元,约三十万元台币了。 行贿今儿因此曝光《少女时代》余力的清歌全贺俊还远于,中逊应该很心动。 崔中逊酒驾新闻虽然被盖掉,案件仍移送到检方侦办,当时罚款250万韩元,约七万五千元台币,被赞后驾照100天。 他在群组表示,检方调查到一半,我超怕酒驾请托的涉漏线,我实在心惊胆跳。 盛利看到其他艺人酒驾遭呆的新闻,还说风凉话,怎么会没有对策?不管怎样挡下就行了吧?五,艺人名应该是被五,公司名抛弃了吧,酸对方没有经纪公司照。 他三年前酒驾之所以全身而退,胜利在群组中透露由刘仁硕花钱摆平,还有成员在群组说,我看到五哥刘仁硕跟警察总场传讯息,不管谁捅出楼子都可以解决。 刘仁硕道案说明实工出警察总场是总警等级,现任之警察听得因总警身份随之曝光。 胜利向警方公称,透过刘仁硕介绍,2017年初第一次见到尹总警,吃过三次饭,不知道他是警察,他们在首尔江北区的饭店用餐,最后由尹总警接掌。 尹总警机胜利在警方笔录中坦言彼此认识,一起打过几次高二夫球。 KBS电视台今报道,崔忠讯也曾与尹总警打过球,平时热爱小白球的他一上有不少灰感召,还与胜利在高二夫球场边合照,但他今离开警局前,对于有关尹总警的提问,已与我无关带过。 华清界线网友纷纷表示,看来这次他又要被打脸了。 现任之警察厅的尹总警,2015年曾担任江南警察局安全生活科科长,中央警察大学教务科长,隔年生职位总警,在韩国警察九等级中属第四级的中阶干部。 他2016年被派到清瓦台民政首席室工作。 他原先否认所有指控,但在警方笔录中,他改口认是刘仁硕,胜利打过几次高二夫球,也一起吃过饭,打小白球的费用各自负担,吃饭由他买单。 警方正在分析他的账户及通话记录,不排除将他从关系人转为嫌疑人,他也应牵扯上绸纹,已被停职。 请不吝察。